有组织发表2016年全球奴役指数 估计全球有近4600万人属于现代奴隶 亚洲人占了当中的三分之二 用人数去计 印度和中国是全球最多现代奴隶的国家 报告同时将香港评为应对现代奴役不足的地区 周俊熙报道 澳洲人权组织行走自由基金会 星期二发表2016年全球奴役指数 报告估计现时全球有4580万人 生活在现代奴隶的情况下 基金会对现代奴隶的定义 包括因为人口贩卖、强制劳动 迫分等原因而被劳逆 而又无法拒绝或者离开的人 调查透过在25个国家进行42,000次访问 推算出全球现代奴隶的数目 按人数计 印度在统计的167个国家和地区中高据榜首 印度全国有超过1800万人 属于现代奴隶 占人口大约1.4% 人数大幅抛离第二位的中国 统计指出 中国全国有近340万名现代奴隶 按比例占人口近0.25% 第三至五位 依次序是巴基斯坦、曼加拉和乌兹别克 首五位国家合计的现代奴隶人数 已经占了全球58% 全国亚太地区 更占了全球现代奴隶人口近三分之二 不过人数排名第六的北韩 才是现代奴隶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估计在北韩2500多万人口里面 有大约110万人 即是大约4.4% 处于现代奴隶的状态下 报告亦都将北韩列为 应对现代奴隶情况最不足的国家 报告亦都推算 香港有近3万人属于现代奴隶 占全港人口大约0.4% 按比例计并列全球32位 与南韩、阿根廷和阿联邮等国家同级 在政府应对方面 更加是排名倒数第五 只是比北韩、伊朗和非洲国家 阿纳特里亚和赤道基内亚高 今次报告统计的全球现代奴隶人数 比起两年前多了一千万 升幅近三成 基金会说数字上升 是因为统计取得的数据多了 不过他们同时担心 全球多地出现难民潮 难民去到目的地之后 沦为现代奴隶的机会有可能会增加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